刚刚我给大家咱们留了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再重复一遍 当我在这个地方通过挣责的方式 让路由进行一定的支持 最后的效果就是多个请求的时候 是不是都对应了同一个喊主了吧 那么我点了这些东西之后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就只返回一个爱的OK就完了 是不是应该做一件事情 你点这个添加应该关注这些股票 点这个添加关注这个 你点这个是不是关注这个 你说没错吧 那么也就是说要明白一个道理 你在请求的时候 这个地方这个爱的斜杠000050 其实爱的的目的 是让咱们大家能够知道 将来咱们应该是去对应哪一个方法 或者是哪一个函数 你说对不对 至于这个爱的到底是叫这个名 还是不叫这个名 还是叫A还是叫B 为了可读性咱们取得爱的 如果你以后的这个功能很复杂 你这里边有可能有很多个爱的 比方说爱的关注爱的focus 对吧 爱的comment 添加评论 爱的什么什么东西 这都可以 那么在这个地方 因为咱们整个这个框架里边 就用到了一次的这个添加 所以说呢 我就只写了一个爱的 那么后边的东西 其实呢 这相当于带着参数 也就是说一句话 以后咱们大家在开发的时候 或者说是在上网站 上别人的网站的时候呢 会经常性的看到一种东西 在访问的URL里边呢 会经常性的见到一种带有这个值的 你打个比方 你想想这个地方 有可能是指定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地方有可能指定一个什么东西 这都是一些摊数 一些摊数 原来我再去搞这个 我原来跟你说过 原来自己学过PGP 其实很简单 PGP 两个星期就学会了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往往PGP里边就会怎么的了 前边来告诉你请求的是哪一个函数 后边呢 往往就会告诉你 给这个函数的参数 其实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设计出来这个方向 这个方式呢 是和之前那个思路是一样的 即 爱的是一样的 即你不管是点这个 还是点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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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都是爱的 即 他们保证了请求的是同一个函数 或者是同一个处理方式 后边的值不一样 是不是说明了后面的东西 是表示参数呀 即 你这个函数里边 只反过retend ok 一点用都没有 怎么做呢 要完成真正数据的添加 即你点这个东西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呢 你别走路走着走着走着 你就忘了你原本的目标 对吧 点它是干什么了 添加嘛 往数据库里边扔嘛 你说对不对 因此 接下来呢 咱就要写个新版本 把它完散 好了 copy一份 copy01 02 然后呢 这个 添加 关注 VD到02里边去 VM Dynamic里边去 然后 他们在这个地方 咱们应该干什么了 大体的分数应该是 取出 这个地方的值 然后 用 pymycircle模块 链接mycircle数据库 进行数据的插入 是个道理了吧 就这么点事了 那么 接下来 咱们在这个位置 首先 这就牵扯了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我怎么取呢 你是多个URL 对同一个函数 这没头了 我怎么取呢 你肯定有不一样的东西啊 我怎么取呢 如果你 你这个东西是正责 请问同学们 咱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IT 是不是就是一个正责 匹配之后的一个对象 一个结果 这个这个这个结果 是不是在这个对象里面团的吧 同学们 那么也就是说 咱们接下来怎么做的呢 有两种方案来处理 这个课件上呢 我给大家了一种方案 这个课件上的这个方案呢 是这样的 来同学们 咱们看看 看看大家能否理解 课件上的这种方案是什么 我在爱的函数里边 就是 就是对应于我 这个地方写的这个爱的focus 我就写了一个爱的课件里边 爱的 有个file name 有URL 那大家猜猜猜 这啥意思呢 当我正责匹配成功的时候 我就把用户请求的URL 以及咱们刚刚用的这个正责 是不是一起传回去了吧 就是说用户请求的URL 和咱们刚刚才判断的时候 这个正责的这个这个原词的不错 这两个字不错都传到了这个函数里边去 请问这个函数拿到了这个拿到了这个 接下来他再把这个东西用match来匹配 再去通过group来取这个地方的1 能不能取到那个字 可以吧 但这种方案呢 我为什么要留在课件上 我是让咱们大家要理解 因为我讲的是另外一种方案 这方案能行 但是这种方案呢 稍微有点肉 肉在哪呢 我明明已经匹配完了 我只是用它来判断 是否是此时对应的函数 如果确定了 我就把这个文件名 和此时的这个正责的这个URL 我传给这个函数 你爱用不用 如果它是用的话 请问同学们说 他还用正责 是不是来匹配了吧 匹配了两次 你发现了吗 也就是说 这种方案能行 这是原来是我小的第一半分就这样了 但是呢 我经过仔细多么多么之后 确实这么多呢 不是特别完美 怎么做更完美的呢 就不用那种方式 他妈你觉得这么多 嘴挑 我在这里边 是不是应该取值 而不应该在外边取 为什么 那有人说了 你不这样不更好吗 144 144 大G跳过去 你 Stalk Stalk 然后比方说 接下来扣掉 就是股票编码 然后等于 RIT.group group group 这不取出来了吗 你取出来 你把这个值传给他 这是不是就解了吗 是不是 那么也就说 我只要这个地方这个正德 我用分组 那么请问 是否意味着 我刚刚写了这句话 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取了那个分组里边的值 我把那个股票代码000007取出来 我传给你去 结果这事是不是就多了 你接下来在这个函数里边 你去链接数据库去 因斯特添加 不就完了吗 但是怎么做 不行 为什么 其他正德表达是 你怎么保证 人家用到了分组 你说是不是 就利用 这个用分组了吗 没有吧 没有用分组 你上来就是group一 你group什么呀 立马就挂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因斯也就是说 咱们的方式是在这个地方 直接用这一次正德表达式 对象的这个结果 直接取 这是方式 咱们不想再把它 传到一个函数里边 再取一遍 是不是相当于 相当于在这个地方 哪个地方 相当于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相当于 在这又用了一次迈持 是不是又用了一次正德 不就两次吗 怎么做 我放在这不行 那我怎么做 你就别这么多了 你怎么做了呢 你直接把IT传出去不一样了 请问IT是什么 是正德匹配之后的这个对象 这个结果是不是都在这个对象里边放了 你的正德表达式里边有分组 这里边就可以用group一 你的正德表达式里边没有分组 我传给你的这个对象里边 是不是就不可以用group一了吧 那又因为咱们实际写的时候 你接下来要去取这里边的值 你看到这个地方用到了正德 这个地方用到了分组 你是不是这个地方一定会用group一 你上面既然没有写括号 没有用分组 你这里边是不是肯定不能再去用这个group一 你说对不对 我的处理方案是 我把匹配的正德的这个对象 我扔给了你 你爱用不用 怎么用 你自己看一看嘛 你自己写的正德 你都不知道怎么用 那谁知道 是这个道理了吧 大家也没发现一个特点 是不是相当于这个地方 咱们只需要保存这个正德表达式的结果的这个对象 那么接下来怎么取 是不是就是根据咱们这个地方写的这个正德 是不是你自己是不是肯定知道怎么取了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因此我把在这个地方的对象 我传给了你 通过这个地方 我传给了你 请问这是不是就接收到了吧 那接收到了之后 来比方说是tokcode股票代码 等于ret.group group一 请问他们 这个事情没问题吧 股票代码是不是就取出来啊 那取出来的代码 咱们先测测 到底对不对啊 爱着什么什么ok呢 咱们就测试一下 来百分号 来写上百分s 然后stoker stoker code 这个f抹掉 没有这个f 大家怎么样看 是不是应该这么写了吧 试一下 试一下行吗 好像我觉得有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出来哪个问题 我一刷新 它就废了 index takes 0 positional arguments 就是说 我有的地方传了 有的地方是不是没传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 咱们就怎么办了呢 你就得 对 你就得这么多了 怎么在呢 在这个地方 你就得写上一个 你就得写上一个 比方说it 你至于用不用 他们是不是这就随你了吧 所以说咱们的要求是 你接下来定义的所有的 unrl对应的处理函数 都写上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叫什么叫什么 你必须得写一个 就行了 你用了就用 不用就拉倒 你说这个道理了吧 很简单吗 我接下来要多一个函数 先写正德 有一个坛数 完了 至于你爱怎么用怎么用 这个正德呢 这个对 这个坛数将来是谁呢 是你刚刚这个正德匹配的结果 不就行了吗 你跟你说 跟别人一说 请问别人是不是都会理解这个道理了吧 这个事就很简单了 好了 写上it 那么将来咱们去研制研制这个 还有it 来 保团 对不起 接下来再刷新 你看啊 咱们刚刚刷新是挂的 刷新 点 听到吗 现在是不是没有问题了吧 那么接下来 把它清空 点添加 走 add 0000007 OK 点添加 走 是add 000039 你点的是谁 你看咱们随便找一个59的这个 走 是不是这个地方 它返回来的值是不是就是59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为什么要用return 当你在实际开发的时候 因为浏览器先要给服务器 服务器再给框架 框架接下来再要处理 处理完了之后再给服务器 服务器再给浏览器 是不是这个过程 是把这么长 往往你浏览器看不见结果 我怎么才能保证 我请求这个过程再回来 整个一定是个通的 一定是个OK的呢 所以说我交给你一个思想 我现在一般都是这么多 思想是什么呢 我去请求个URL 你甭管你里边返回什么 你先给我一个字幕串 什么都行 你先给我打回来 要是能打得回来 请问同学们 这是不是就说明了 浏览器请求 以及服务器回应数据 是不是整个过程 是不是都是通的吧 如果这个过程是通的情况下 接下来你再去做的话 是不是接下来就根据 你返回的信息 是不是咱们一步步 开始调试了吧 是没有任何问题了 所以说要记住这个思想 我管它返回什么了 我只要先看了一个信息 这就说明这个路是通的 那无非是接下来 多复杂的事情 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好了 接下来咱们应该 多什么复杂的事情 我刚刚说的了 你股票代码取出来了 对不对 股票代码取出来了 1 1 获取股票代码 获取了 那么第二步呢 第二步呢 第二步 是不是接下来 判断一下 是否有这个股票 对吗 如果要是有 我接下来判断一下 是否已经 关注过 否则的话 数据表里边 是不是就被你称爆了 你懂我意思吗 你点一次 add加一个 点一次加一个 点一次加一个 我告诉你 别人如果是想要 恨你网站 这就很简单 well true 点 什么意思呢 点一次 你数据表里边插一个 点一次插一个 点一次插一个 那很简单 我写个well true 一直在点 你的数据库 是不是一会就会爆 对吧 一个数据库 不可能永无休止的大吧 这绝对有个上线吧 当他上线搭带的时候 即使没有让你的数据库爆 同学们 你的数据库的数据 原来有100行 现在变成了1000万行 请问谁查的快 谁查的慢 是不是也 很显然 是不是也能看这个结果了吧 因此你要防止 他之前是否关注过 关注过了呢 就不要让他这么多了 这个思想在哪个地方用的了 同学们 是否大家 现在慢慢的出现了一种东西 我只是给你提嘴 现在在朋友圈里边 经常会流行出来 这个东西叫做什么 他叫做帮我投票 我就一例子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怎么做 淘宝上买圆码 50块钱 可以买 怎么做了呢 淘宝上花50块钱买个圆码 在阿里上搭个服务器 钱端子所有页面都做好了 他这个赚钱的这个思路是怎么的 他抓住了一些大人的思想 就是你们现在还没有孩子 当你们有孩子的时候 什么呢 孩子是中心 就这么来讲 如果我接下来 我留着孩子在路上建了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觉得对孩子 特别不帮助 一千两千的眼睛都不眨 这是为了孩子嘛 一万也只能买 买 那么现在的服务是怎么的呢 比方说这个人 推广的人是怎么的 先从淘宝买圆码 买了圆码在阿里上搭起服务器了 接下来找幼儿园 找托儿所 干什么呢 这个推广一个活动 这个比比哪个小朋友更帅气 那肯定是我家最帅嘛 那还会选嘛 你家你的最帅 我家我的最帅 那怎么办呢 但你看谁投票投的结果最多 不就说明的是谁最帅了吗 好了 我拍一张照 我放到这个网上去 我只一天只能投一张票呀 我为了怎么办呢 我为了让大家投 我就在微信里面发 我告诉你他的赚钱是不是这样的 他确确实实会去买东西 比方说他会买个iPhone 比方说买个iPhoneX iPhoneX差不多现在买的话 你八九千吗 假如说他买个真的iPhoneX 谁知道他从花长北 是不是买个山寨的不知道 他买个手机放在这 寄一灯奖 寄谁是对帅的小学生 这个一灯奖的敬礼他 那这个父母想 我家孩子对帅 凭什么我得不到这个东西 我就要得到 怎么办呢 我就在朋友圈里发 朋友圈里边 你在一个群头里边 往往就会看到这东西 你一定会点 为他投一票嘛 我一家的孩子 我亲戚家的孩子 点票怎么了 一天只点一个 怎么多的呢 就是这个数据库这么多的 你每一天的时候 他给你插入一条记录 判断判断 今天是哪一天 你是不是 就是一个用户 他会有个值 就是微信的 他会给每一个用户 标记一个值 你去点投票的时候 把你的这个ID号 然后插到数据库里面去 如果要是之前插过了 你就不能再关注了 那么这样我就砰弹出来 不好意思 你今天已经关注过 今天已经点过投票了 明天再来点 听懂意思了吗 他就这么多了 那有人说了 东哥那岂不是意味着 你认识的人越多 给你点的带越多 你不就拿着那个越多吗 是 理论是这个理论 但是人呢 都有tine的这个心理 我有五百个学生 比方说五百个学生 帮我投了 他有一千个学生 他一千个投了 我就不服呀 你说是不是这道理呀 那凭什么 他这么多呀 我要投 但是我一天只能投一个怎么办的呢 一种方案 如果你会技术 通过技术来解决 第二种方案 花钱 你就可以送他个轮船呀 加十张票 送他个什么钢琴呀 加二十张票 送他个什么东西 加多少票 那个轮船或者是那个钢琴 怎么送的呢 花钱买 研究人说最后的结论就是 你五百零一票 他五百票 他四百九十九票 请问你们在三家是不是抢 你们在三家抢的时候怎么抢呢 花钱 你花钱刷票 他花钱刷票 他花钱刷票 最终在三家刷的票的价钱 买两个iPhoneX 我最后呢 只给你一个iPhoneX的价格 这就赚了一个iPhoneX 你懂我意思了吗 现在开始慢慢的流行了 我刚才你 你没见过 不表示你以后见不到 你见到的时候 同学记住一点啊 不要给不会搞代码的人 去讲代码 和对牛谈什么 没什么区别 你不要说 你这个代码里边有个数据库 里边有一行 谁能听得懂 你就跟他说呢 这个东西呢 就点一点玩一玩就行了 不要花钱买 因为这个东西呢 对重你花了这个钱的 有可能就单纯再买一个都够了 听到我意思了吗 很多人都懂不懂 当然我只是觉得 现在这个东西也不办法 因为这就很正常嘛 对吧 比比谁家孩子漂亮 谁家孩子帅 谁家小妹妹 长得更亮 那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抓住了大人的思想 而且就是用技术来做的 告诉你啊 不管你学什么 最终技术一定要有产出 学Python将来找份好工作 这就产出 对吧 你将来想要自己创业 抓住一个核心点 有产出就可以了 只要产出 大于投入 大于投入 那就行 是吧 我拉了那么多人 我接下来我去做这个活动 那最终的我们两个iPhone 我送一个怎么办 我送三个一怎么办 可以 一个县区搞一次 请问中国有多少县啊 中国有好几千个县 你懂我的意思吗 一个月就可以开上奥迪A6了 现在都这么多啊 接着了 这个事情了解就行 你不要去做了 你再去做就不行了啊 我不会帮你投票的 来同学们 现在知道 这个判断数据库 是否存在的重要性了吧 如果要是没有 轻则你挣不了钱 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东西 重则你的数据库就会被称爆 要是有人家有技术性的能力 那种直接称你 数据库一会儿让你称爆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咱们的流程就是 一 获取股票 获取了 第二个 判断是否有没有 那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这个 一些不法分子 来去强制去做一些思想 有 我判断判断 你是否关注过 没关注再关注 关注的话 是不是就不关注了吧 最终 就这么流程 第一步已经获取了 第二步 判断是否有这只股票 咱们是否应该 用到了什么 是不是用到了数据库的相关 操作了吧 把数据库的操作直接拿过来 同学们 你当然可以封装成一个函数 这也没问题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仅仅是为了让他们 这个 关联性的不是特别大 我不写了 好了 链接 数据库 获取游标 接下来 是不是执行这个射口语句了吧 好了 咱们写上一个射口语句 123 123 那么等于什么东西呢 来 把光标定在这 大D 就直接在后边的全散列了 射口 肯定是这么写了 那么 P粘贴 那这里面写什么呢 请问 你怎么知道这只股票有 还是没有 来 我重新把这个数据库 进行链接一下 my circle u root -p my circle 然后呢 use stock db 然后接下来 so tbos 然后 select sing from info 所有的全出来 是吧 我怎么知道呢 where coda 等于 00007 如果能查得到 且问 两岁有 如果我给你来个 00 017 且问 empty 是不是意味着没有 那么言为之意 我判断一只股票有 还都没有 这个事情很简单了 怎么多呢 是吧 是不是咱们刚刚写的这个射口语句 来 带 这个地方 我就撤销一下 咱们直接写了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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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info where code 等于 接下来是不是写上一个东西啊 百分之百是放在这 全部是吗 我是直接在这个地方就组上spoke 这个东西吗 如果你直接写到大价是否还有印象咱们原来说过了这个地方是不是会有一个社会注入的功能 对吧 所以说怎么办 不要放在这 忘了放在哪 放在这个execute里边 然后通过一个可以迭代的 圆堵也行 列表也行 只要是可以迭代的就行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放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是toka kode 大家想 是不是圆堵的话 说必须你想这个图号 这里边有一个百分之F 那这个字将来是谁去替换的呢 是不是我要把这个哥们这个值数 放在里面去替换了吧 那么只要是替换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百分F两边 这个单就不可以崩下了 这省略就可以了 把这个控号给它删掉 查一查 有还是没有 切翻 那么我怎么知道有还是 我怎么知道没有 再出发 可以吧 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 如果 我就直接这么写了 if 我要是能找到 切翻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是不是就有这只股票 那么如果我要是前面加的note 那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爱写上注释 别忘了啊 如果要是没有这只这个股票代码 那么就认为是非法 非法的请求 那么这个时候呢 判断了 直接 return 直接return 这个就选了 大哥 请大哥这个写什么呢 我们是 创业公司 请 请 手下 留情 你将来一定会看到一个东西 咱们后面是不是要学爬虫啊 当一个网站实在是把你疯不了的时候 他一定会在某个地方就写上了 他会写上 请求你的一句话 他会写上 请你放过我们 我们的数据还是细细苦苦得道了 请你不要爬 他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往往就这么多了 你们学爬虫的数据告诉你啊 就道个一尺 莫高一尝 你想爬 人家不让你爬 就是你们两个开发者之间的斗争 道对会谁赢呢 谁就笑到最后 肯定是这种情况 好 那么 如果要是没有找到 那就是没有呗 是吧 就是找不到这个数据呗 就没有这只股票啊 没有这只股票 好了 那么请问 只要是我的这个if条件不成立 那if是什么 所以我接下来是不是就应该 是不是就应该是这个 我还得把这个东西拿走 拿走 我是不是要放在这个里面放一份 为什么要放在这里面放一份 如果你查询了查询 都没有这只股票 你接下来就要尾乘 尾乘之前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个东西 全部关闭了吧 对 好了 那么那么接下来的就到了 怎么啦 第三步 如果有这只股票 请问是否意味着我 接下来应该对它进行关注啊 判断一下师傅关注过啊 来请问他们 怎么判断师傅关注过呢 就是如果你这个if不满足 那么请问你这个游标和这个connection 这个对象 是不是都可以直接使用了吧 那么自白的就是你再来个社会语据 等于一耳探一耳探 那么接下来你通过cs.execute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你要执行社会语据了吧 那就完了呀 这个地方肯定是要社会语据 听说他们是咱们怎么判断 已经已经关注过 我关注了两只股票 这里边没有股票代码 我怎么知道我关注了哪两只 这个id和这只股票的 是不是这个地方这样的id 是不是这种是对应的了吧 如果是相等的话前文童谈 是不是只有两个了吧 那么后面写上一个where 写什么呢 i.code等于 00007 你没有关注过这只股票 你关注过哪一只呢 有个叫3333 什么00036了 咱们试一下 000036 请问 查出来就表示你关注过 查不出来就表示你没有关注过 没错吧 那这个circle语据不就 拿过去 不要在程序里面去测试色口语据 是先通过客户端 测试完这个色口语据之后呢 回个头去把这个色口语据直接粘在这 听懂我意思了吧 好了 先测试色口语据拿过去 把这个东西抹掉 换成S 那么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什么 是不是stoke 下话先扣的 请问是不是变成了这个东西了 也就是说接下来咱们要再判断 if cf.fetch1 其外这意味着啥 要是我查出来了 意味着什么 查出来是不是意味着关注过了吧 如果 你一定要想要说明否则忘了 如果查 出来了 那么表示已经关注过 那么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不是咱们按理说 是不是就选个return了吧 反正啊 比如说已经 已经关注过了 请勿 请勿 重复关注 第二番 好了 这个时候 咱们是不是这两句话 是不是也得复制复制 就放在这了吧 对吧 没错啊 如果这个通过了 如果这个也通过了 那意味着什么呢 添加关注 你说是这个道理了吧 那怎么表示添加关注啊 咱们手动来实现一下吧 比方说我接下来要添加关注的是 00007则的股票 现在啊 这里边并没有 我关注了0007则的股票 你说没错吧 OK 现在只有这两只股票 我关注一只 请问核心是什么 in search into focus 是网站里边添加 focus添加 那添加谁啊 info id 然后后面写什么 后面原来是不是写上 values啊 然后接下来写谁啊 写上这个 后面是不是写上一个值 是不是就行了 跨起来 后面接下来 比方说你写上的这个是 你写上一个1 请问写了1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这个地方这个1啊 就哪个地方啊 相当于 相当于这个地方的1 你说没错了吧 或者是相当于这个地方这个2 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了啊 那么 咱们先试试 我这样关注 看个行不行 到 来咱们再查一查 你关注哪些股票 请问 查出来了是不是1 对一门那只股票 全新好 请问这个事情 是不是就出来了啊 全新好就出来了 那么那咱还可以怎么做呢 那么这个地方 请问这个值 咱们是从哪拿出来的 不是这个啊 这个值咱们从哪拿出来的啊 是不是咱们从 select 然后id from info 从这里边拿出来吧 where 然后code 等于 比方说咱们再换一只股票 咱们关注 换一只股票 比方说就是这个 中国建筑 601668 来看一下这个 601668 咱们给它传过去的 是不是股票 你是不是应该完成 它们对应的这个 爱迪迪值的变写了吧 好了 等我给你 谁来的新花 走 他们看着 601668 这只股票 是不是对应的87 这个这个 这个值这个87 请问这个是 是不是就过去了吧 好了 这个值呢 这个值呢就过去了 在这啊 在这这个值就过去了 他们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咱们只要insert into 把这句话拿过来 切记了啊 我刚刚删了个东西 我把value删了 看得清楚了吗 这是什么查询 同学们 这是什么东西 我接下来要插入数据 但是我现在偏偏先要去查 是不是这就是相当于一个字查询了 对不对 我先去执行这个select的语句 查询出来的结果 我当作数据 是不是扔在这 是不是当作插入数据了吧 其实就是查询 这个时候呢 就把value抹掉 不要下value了 直接写上这个字端起来啊 好了 把它 准备 既然这个select语句验证完了呀 它接下来干什么事呢 是不是插入了吧 好了 带这个位置啊 select等于123123 你先写上 然后呢 粘贴 这个地方 很简单了 把它换成s 那么这个地方 yyp 可以吧 请问 咱们这是添加 添加的怎么着 添加是不是提交 咱们原来说过 python 如果用python去掏到myster 是不是默认会开启事物呀 是不是啊 默认会开启事物 咱们对中的怎么着呢 可以meet啊 是不是提交 这个时候 知道吗 基本上就添加成功了 基本上添加成功 如果你还想保证 它万一是添加不成功的话 我这是给大家提点 一般是没套的 你只要这个sircle语句 你在这都验证成功了 它怎么可能有错的 对吧 基本上就不会有错 咱们 如果你为了防止这个地方 还出错 是不是接下来在前面 是不是加上try 是不是就可以了吧 那就可以了 咱们 最后 做一件事情 把它们 关闭 粘贴 选中 它们两个往这点 请问它们 现在 终于关注 是不是就成功了吧 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只要这个return被执行了 那就是 关注 成功 好了 关注谁成功呢 大家不用管了 只要告诉它 关注成功就行了 好了 实现了 大体能知道这个流程了吧 我得先判断这个 是否有 我在做这个 如果没有关注过 我家里在做这个 对不对 好了 保存 走 往下翻一翻 咱们刷一个 咱们先看看 这里边有什么 0007有 36有 有这么多了 咱们随便再找一个 看看 这个 59 60 60应该没有吧 60 没有啊 点这个 把网络 这个network打开 60这个 都 关注成功 真假呀 我就可以看 点 60 然后再点一个 那我就多试试吧 703的这个 都 成功 然后 你再看一下 这里边 703的这个 是不是也就成功了吧 那么基本上 这个过程呢 就通了 这个地方 为什么爆红呢 是因为这个地方呢 它要去请求一个字体 就是它 你甭管这个啊 这个是请求字体 就将来 让这个页面的字体呢 还可以变 不会再用 你温度词的时候 默认了什么 华文心凯啊 你不会用这个了 微软啊 什么什么那种 微软压黑啊 不会用这种字体 它会自己设定字体啊 学前段的时候就知道 捡言认识 看这 现在为止 是不是咱们已经完成了添加 我重复添加 看 点这个 走 已经关注过了 请勿重复添加 走 点这个请勿重复添加 来 看这 我能不能手动 给它伪造一个请求 你看哈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一定要判断那个东西呢 它这个地方 是不是一个请求 一个URL 你把这个URL一复制 你随便打开个浏览器 站在这 请问 走 是不是这次表示 什么你已经关注过了吧 G 如果你要是在这 点的这个按钮 它是通过GS来触发的 那么将来 弹出来这个框里边的东西 这叫GS 叫URLT探框 是你的 服务器 外部框架反复的东西 你完全 我告诉你一个规律 你自己把这个东西 然后复制出来 粘贴的帐 请问 是完全可以测试了吧 什么东西叫做接口 我交给你 什么东西叫做接口 当前的人员 还没有开发出 整个这个页面的时候 你怎么测接口呢 你是要继续往下走的 那开发前段也要继续写 它的前段页面 你们两个还没有配合起来 怎么做呢 你就自己模拟这样的请求 你模拟请求的时候 请了头们 是不是你自然而然的 你就知道 是不是接下来 应该让它对应了 是不是哪一个函数了吧 你把这个过程 都给它组通 那么当前段 给了你页面的时候 把页面一套 不就完了吗 真正开发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你去测这个URL请求 知道吗 我测一个不同的带 你看 我上了三个值 一二三 如果你要是没有判断 这只股票从中的带 请问 将来有可能 是不是就导致了 你的处理过程 是不是有可能 都会产生错误了吧 那么多多少少 这就是攻击你 网站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 你一定要去判断 记住一点 只要是用户输入的数据 你都要进行验证 不要相信 不要相信 你怎么知道 万一是个假的用户怎么办呢 万一要是一个有经验的开发 只想捣鬼的人怎么做呢 请问 如果是股票不存在 我就不让你这么做 然后如果你要是股票存在 但是你关注过 我也不让你做 请问这个事实不及解了 唯独能让你用的就是 股票存在 并且没有关注过 数据就不会重复 否则就会重复 听得清楚了吗 整个流程 他们切记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核心点是什么 通过Network来找规律 找到了规律 接下来 咱们刚刚通过正的这种方式 通过它 去取出它的直来 接下来是不是整个逻辑过程 是不是都在这 都在这个 咱们这里边去写了吧 那么大家可以看 通过我刚给大家写了 这个两个 咱们刚刚呢 实现了这个添加关注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道理 如果咱们整个框架 是一个好的 是一个完完整整的 一个没有问题的框架 请问 是否也就真正的 咱们将来的事情就是 定义一个函数 写上装饰器 写上咱们接下来的 逻辑处理过程 你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这个过程了 至于怎么转发 框架怎么用的 框架怎么才能知道 去掉这个函数的 请问 是不是都是框架 自己本来就应该有的功能了吧 因此呢 我原来我说过一句话 同学你这个时候 在理解 面向前面变成了 是意味着什么呀 如果我这个函数也有了 我最开始的这个路由 以及字典 以及所有的导入模块 都有了 那么请问咱们大家真正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是否也就只针对了 将来你想做一个这样的URL请求 接下来我就定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边就完成我想做的事情 那至于它怎么被调的 它怎么把这个政策和这个函数对应的 请问咱们是不是什么都不管吧 也就是说整个过程咱们不管它怎么实现了 咱们只要做咱们想要做的那一小块就行了 其实这就是面向切面的一个体现 听到我意思了吗 就是说你只需要做一个函数就可以了 算吧 两分钟把这个理解一下 接下来给大家五分钟把这个实现开始 好